台灣勞苦大眾 台灣勞苦大眾你開麥 好勞苦大眾不見了 那就下一個 不然你 你又來了 你再上啊 我再讓你上一次 勞苦大眾 上 好勞苦大眾 你想要問誰問什麼問題 沒有指定對象 沒指定對象 我就問幾個問題吧 首先我說 國民黨2022 2024 你們輸定了 你們真的輸定了 因為上面幾位我聽他們 多數的講話都是認為 也有意識到國民黨問題就是 你對兩岸論述 論述不清楚 迴避統一的問題 好 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下 民進黨就問你一個問題嗎 綠營就問你一個問題啊 他說 你國民黨 是不是 你國民黨說啊 你反對統一你講出來 講不講 國民黨不講 對吧 你們不會講 明確反對統一啊 但是你們也不主張台獨啊 好啊 那這樣子綠營就扣你帽子啦 你看 你們不反對統一 你們就是 就是 國民黨執政之後 你就是會被 使台灣被中共併吞 他就來這一套 所以你一定要去講出來 那誰能夠講出來 只有張卡中 那麼 好所以我一個問題來了 你現在的維持這個 必談統一的這個方式 請問 你們 誰 會比韓國瑜的聲望 聲勢還要高 你們的形象會比他好 誰 朱立倫嗎 江啟臣嗎 還是誰 韓國瑜已經是這個 必談統一的 國民黨所能得票的 最多的 最大的極限了 當時韓國瑜還沒出來的時候 2018年當時 韓國瑜還沒出來的時候 其實國民黨選情還是低迷的 對啊 那時候後來 韓國瑜要選總統 然後紅帽子 統派的帽子給你一扣 你整個 因為你迴避 你也不明確說 你要 拒絕統一 因為 因為你還要照顧台商利益嗎 你還要跟 台灣還要跟大陸交流嗎 對啊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們2022 2024 你如何回應 綠營的這個問題 你無法回答的話 好那你 誰 會比韓國瑜的聲望高 好 就是兩個問題 第三個 不好意思 那個 那麼張亞中的論述 他也不是極統啊 他就講出來了嘛 他說 我中華民國加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對等 組成一個中國 他沒有說要馬上統一啊 他只是說我們簽和平協議 然後 我們在這個 框架下 是一個共同體 我們 他就是說以和平的方式來鞏固 兩岸的分治 然後在 他非常遙遠的將來再去談兩岸的統一 這怎麼統一 他也說他主張這個三民主義 所謂的民主自由統一中國 對於國民黨來說 什麼 不能夠接受的嗎 你們為什麼會認為他是 但是 極統呢 你們都已經認識到 國民黨的問題是缺乏統一的論述 迴避統一的 那是誰可以 正面的回答 是張亞中啊 嗯 對啊 所以 所以你們 你們試著回答我這幾個問題吧 我想他們可能不見得都是反對張亞中論述的 我想找一個 那不然你們 不然Kevin好了你試著回答你不見得反對張亞中老師啊 所以這一題不見得好回答 但你試著回答看看 讓你讓你有發言 好啦 來那個老虎大眾啊 那我先讓你到觀眾席啊 好 好拜拜 拜拜 來Kevin你來回答 那個不反對張亞中教授的一個論述是因為 因為我覺得他有些就是講到實際層面 但是 他有些那個觀點可能就是不符合大眾的一個期望 就是說 那個 大多數台灣年輕人可能對兩岸關係 那個也沒有說認識到認識到不深 但是很多人他可能 傾向以台灣台灣價值為出發點 那如果就是 那個以選舉為考量的話 那 張教授他的 他的一個 比較務實的一個觀點 可能就是 太超前了 就是說 選擇 張教授或許是一個 對國民黨他 之後再打選戰這一塊可能是 相對來說 會比較 起碼有一個比較有力的一個領導者 對 大多數黨員來說 他可能就是會對 那個 國民黨在之後 那些 形象 比如說不符合大眾的一個 期望 對 恩 這是我那個看法 好 OKOK 好 謝謝 謝謝Kevin你的回答 好來 那個 我來接下一位 對喔 哪一個 哪一個勒 這個 四合相 喂 杰克 四合相你好 安安几岁哪里人 44岁 北京人 北京啊 好 来 北京的这位四合相 这个朋友 来 您想要问谁什么问题 我问一下这个陈冠志先生吧 好 那个刚才我听您的讲述过程 中两次谈到了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中共限制了一部分人的上网时间 那么事实是限制了未成年人的网络游戏时间 所以您的话跟这个事实有明显的差距 而且这个表达的意思可以说是差别很大 我的问题就是您是不了解这个事实 还是有意的去从这个角度去讲 就这个问题吗 这个问题 好 那关志你先回答这个问题 好 首先我要讲那个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就是说 他限制的是那个年轻人 就是上网玩游的时间 但我那时候表达的时候没有很清楚 对 我只是直接讲网络 对 那这个方面我要修正 对 那但是我的意思是一样 应该不是说意思一样 就是说一样是要讲说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他的这个政策 不妥当啦 对 就是从这个角度 对 但是不是网络 是那个年轻人上网玩游戏的时间 这个东西 对 好 那这样你OK吗 他没有讲得很清楚了 好 来 我其实这个回答我不OK 用这么说吧 用北京话说呢 您的这个解释啊 是在往回着巴 不知道这个词 你们大概能够理解啊 不理解 其实呢 不理解啊 着巴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说错了一句话 我做错了一件事情 结果呢 后来呢被人翻出来了 然后呢 我就会去用各种各样的语言也好 话术也好 去来解释 但实际上呢 说错了就是说错了 那么 刚才的这个重点 刚才您说的话的重点啊 重点不是说是网络和限制 而是一部分人 事实是未成年人的 网络游戏事件 而您说的一部分人 这种语言方式啊 其实我在台湾的这种媒体也好 党之间的这种互相的攻击也好 屡次听到 这其实呢 其实啊 我并不是针对陈冠志先生这个本人啊 我是对这种 呃台湾现在的这种在大众媒体上的一种 习惯的表授方法 我觉得其实很不好的 这个其实是用一种歪曲或者是扭曲事实的方式 来去攻击别人 或者说是表达自己的观点 那么作为一个台面上的人 或者说是一个公众发言的这种 这种领域啊 这个谈话应该是比较谨慎的 让人抓住了把柄 再往回找吧 那这可就不是什么好事 这是我的问题 那个四合相不好意思 我还是跳出来一下 我替冠志说句话了 他还年轻了 他还年轻了 他有的时候用词不严谨 那就多担待一下吧 他刚刚也承认了 他也没有很严谨的去表述他这个话 那就不要追究了 好 这个我就不再去这个问题啊 进去追究了 那么你刚才说了啊 太年轻 其实这是我想说的第二句话 就是你们刚才一直在谈论年轻人 台湾年轻人怎么看怎么看 我的观点是 年轻人过度的参与政治 不是一个好的社会现象 我自己也年轻过 我今年44岁 我年轻的时候 我想绝大部分朋友可能都知道 那时候中国是个什么样子 那时候中国舆论环境是个什么样子 我当时也是一样对中国政府 我中国共产党有很多的意见的 但是现在翻回头来看看当时的自己 就觉得无比可笑 年轻人在思想不成熟 对社会对人性理解不够深的情况下 过度的参与政治 这是社会出现了毛病 这是第二点啊 就是我就说了这儿 第三点我就最后一点了 刚才我在发留言的时候 谈到了台湾的三个方向 不多说就说一个 我觉得对台湾最好的方向 我个人认为 最好的方向就是淡化两岸关系问题 着重民生问题 两岸 你们往哪个方向说都是不对的 现在就应该是不谈 不过度的谈两岸关系 好好的过日子 这是台湾最好的路 但是我也明知道 台湾的现在这条路是走不了的 很可惜 很可惜 所以有可能就是后面我说那两条路了 这两条路对台湾都不是个好路 我基本上就是这些观点了 好那那个没有要问问题 所以好 好谢谢你 好没关系 谢谢你 但是我让我让那个冠志 你再再稍微回应一下好了 因为他刚刚竟然问你 来冠志你稍微回应一下 刚刚那位北京老哥的问题 我再回一下 就是说我刚刚讲那个游戏的部分 我没有讲得很清楚 其实我有就是后来就是 他其实前面有一位有讲 我后来其实想要补充 就是说我讲的不够精确的这个问题 但其实我有认为就是说 我后来要修正这个问题 但他说的台湾的媒体的话 媒体是会说他会去圆这个谎 那但是我是试图去修正这个用词不精确的问题 所以本质上应该有不同的差别 好 对对 好 他还要问什么 他没有 他后来表述而已 他没有问 好 谢谢冠志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